强政余政不断观众朋友 真的要提高警觉 还没完喔 从明天开始 我们更要严防风雨 强劲的封面云与大军 就在今天晚上要压境了 雷雨包已经在北台湾的上空排一排站 千万千万千万要提高警觉 会很恐怖吗 真的恐怖 你看这画面在哪里 这在广东 他们已经早一步陷入了水深火热了 这面临的是百年一遇的暴雨 来袭前居然 瞬间天空一秒黑掉 动物集体狂奔 那是多恐怖的场景啊 居然哥昨天在花莲发生地震之后 大家想说 昨天一个晚上83次雨震不断 就没想到头抬起来往天空一看 不对 那雷雨交加还是天空闪跟不停 它出什么大事啊 这是不是跟地震有关 天有异象 是 没有啦各位 无ビ 我跟你讲不是 是雷雨包来到了北台湾的被冴 真的假如龎 而且这个雷雨包是从整个中国 我们讲广东一带 一路延伸到台湾 所以在双北地区呢 才会刚好是巧合一边巴吩的地震 而天空一變雷霆大作 預計在未來 包括從週五到禮拜日 會有一個 各位你仔細看一下 他們講這個叫做紅暴 為什麼叫紅暴 代表會有大幅度的降雨 直接在各地頻頻降落 所以他們講說 很有可能在地震過後 整個土石會產生鬆弱的狀況 如果這時候來了大雨 請各位一定要嚴防 相關有可能產生的意外跟危害 複合式的災難 變成一個非常恐怖的螺旋 相互牽引 你來看看廣東 遭我們一步水深火熱了 對 因為現在廣東 發生一個狀況 他們講說這個叫百年淤浴 為什麼叫百年淤浴 一樣是遇到雷雨 各位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完全已經成為水箱哲果 而且所到之處不是風就是雨 不然就是風雨交加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們在租這樣的地方 總共有44條河 結果現在每一個地方 都已經超出警戒 甚至你看這台車子 直接被吹了東倒西歪 而現場有如泥石油一樣 但最微特別的場景是什麼 一樣也是位在天空 他們就講雷雨包有個特性 只要有所到之處 一秒即眼黑 什麼意思 就是說原本天空可能還是一片晴朗 可是當雷雨包飄過來的時候 各位 你有沒有仔細看到 它每一個畫面的上方天空 都是什麼顏色的 綠綠的 都是綠色的 你說雨先生這什麼情況 綠雲照頂 不是 是因為雷雨包的雲層過後 導致說連太陽光都沒有辦法 輕易的穿透 只有藍光能夠過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會導致全部 每天原本是大太陽 突然間飄過來一片烏雲照頂之後 變成綠色 而緊接而來的就是雷暴雨來襲 好你剛剛提到了 那個天空瞬間一秒黑掉 下面在原本好好生活移動的動物 如何整個狂躁起來 讓你覺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對 沒有說因為人他可以對於天文地理 有所認知 大家有所預警知道說 這是天要下雨 但是對於動物來講他只看到說 不對 跟平衡是不對 平常應該是白天我要吃草的時候 怎麼突然間烏雲照頂了 都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廣東動物園發生一個狀況 長頸鹿啊 斑馬啊 每個都要走到那邊 但是我不知道走到哪裡錢 為什麼 他就覺得不對啊 不是現在是白天我們出來 全家來吃草的時間嗎 這麼突然間 這個一片烏漆罵黑的 當然嚇到驚慌之座到處逃跑 但我們講除了動物受驚之外 現在大家還發現一個奇景 這個是連人看了都會驚訝的 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廣州塔 那廣州塔 各位它在接閃電 所以他們講的在一個小時 在一架123456 不斷地接的這個雷電 因為當然是屬於這種 我們講的暴雨以及加上雷晴萬驅的狀況之下 自然而然會找最高處的地方去接 那他們最擔心是什麼嗎 廣州區移民說 我們廣州塔才會破壞嗎 不會 各位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有做好這種高塔的接電設備了 但另外一個這個地方非常值得擔心 為什麼 因為同樣是在廣東 有一個地方叫做文峰塔 各位我們帶你直接看到這個畫面 你看說 宇軒這是什麼 怎麼一片汪洋 不是這樣子 因為各位啊 它文峰塔所在的那個村莊呢 整個村莊都已經遭到滅頂 而滅頂是因為文峰塔它的 挑高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到 這不是原本不是長這樣 原本是一片綠草如茵綠地 右邊是它原來水煙前的樣子 對 俊大哥你要仔細看 右邊原本那是什麼 這全部一片片通通都是農田 還有房子 原本是這個一戶戶我們講 安居樂業的所在 結果沒有想到你下一刻 因為這種雷雨包的關係呢 通通變成了水香折果 所以他們講的另外一個地方 在廣東的這種江南村 更慘 為什麼 因為它原本是三面環水 結果沒有想到的 就是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瞬間洪水來之後 通通淹成一片 各位他們說這變成是水下迷宮 為什麼會這樣形容 因為有些是田 有些是房子 有些是鄉間小路 但全部沉在水底下之後 變成了根本連看也看不見 導播我們來看這張圖 看實在讓人觸目驚心 這個是從前 有沒有看那個水這樣蜿蜒而過 這個綠地好漂亮啊 這個地方那綠地已經泡了很多水了 這個綠地已經失守了 全部都黃沉沉的江水了 對 原本這個叫做一三磅水 原本你看 這個是淋水的一個漂亮的原型土地 結果沒有想到淹沒之後呢 這個東西你原本還看得出來一個原型 結果最後面只剩下什麼 除了這座塔之外呢 就是一些我們講零星的 比較高處的丘陵劇 還有辦法用肉眼看見 那你不先想問 那請問一下這些居民的身家財產 怎麼出來啊 怎麼辦啊 所以他們當時廣東已經撤離了 各位到目前為止 高達13萬的居民通通撤離 但各位我們想往廣東 還是有一些中國人 我跟你講 冒險氾濫的精神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一般人家看到大水 絕對是閃遠遠的 結果沒有 各位這根本就是比亞 比亞迪最好宣傳 為什麼 因為比亞迪的勇望U8呢 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可以這個涉水而過 有沒有 他的廣告片還拍給你看 就現在不用廣告了 他直接開車給你看 真的好像開車 但我跟我講 他這個他其實有限高 也就是說 他最多的涉水的水 只能大概一公尺 而且這個車子也算是蠻有尷尺的 為什麼 他等於是在驗證性能 搞不好如果說真的會到時候水淹進來 還可以跟比亞迪要求說 給我換一台 對不對 但我們講剛才這是車子 還有另外一個更猛 更猛什麼 大叔 中國大叔 中國大媽 舉世聞名 你剛剛是開車子涉水 他不是 你以為說 你幹嘛 他是淹水嗎 他在游泳嗎 不是啦 他在騎自動車 全面下市一台 自動車 他在騎車 對對對 他可能覺得自己不是仰望U8 化成一部車 對對對 他是俯卧U8 這是一個大叔 然後騎著機車 就這樣在水裡面涉水而過 但比起這兩個都是大陸國產的東西 一個是機車 一個是電動車 有人開著進口的凱迪拉克就沒有那麼幸運 為什麼 各位你試試看 一邊開著豪華名車凱迪拉克 就另外一隻手 就拿著水杯不斷的在接水 等於是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而與此同時在廣東 同樣有一名男子 也因為受困在河道裡面 而他開的這一次 不是車子了 叫做什麼 挖土機 用挖土機 因為你看他掉掛一個繩索 然後趕緊的把這個男子 讓他用綁在手的方式 拉上來才得以得救 武器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點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爆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武器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比拔 那些ื claro 請請 呢 也請 reveal 把 整 祂 說 有 帶 的 不